受二战的影响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日本都是被全世界人民唾弃的对象 那时候 无论在哪世界的哪个角落 当然除了日本 只要提起他们 就会引起一场群众的怒骂声 如果只是这些 估计是日本的 日本也不会太在意 但是更重要的是 这些直接影响到了 日本经济的发展与恢复 在这种情况下 他不得不积极寻找办法解决 日本正是知道 他的这种形象与处境 所以他急于在世界面前 改变这种形象 当时的天皇时遇人 他想到了一个主意 又希望走出这种尴尬的处境 那就是他带着妻子 去欧洲各国进行访问交流 让欧洲各国感觉到他们的诚意 感觉到他们的和平之气 这个主意表面上还是很好的 也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 但是他忘记了最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欧洲人对日本的呈现已经很深了 不是一次访问与游览就可以解决的 事情并没有像欲人想象的那样发展 而是朝着相反的方向越走越远 他来到欧洲 不但没有得到欧洲人的热烈欢迎 反而总是在被唾骂 几乎每一天 他只要一出门 就会被大街上的人指指点点 一边还骂着难听的话 但是他却没有任何办法 只能装作不知道 还无耻地陪着笑脸 最过分的应该算是荷兰 他们的官方政府直接建议 要用一个特殊的礼仪来迎接这位天皇 那就是将半旗 尽管受到了这样的侮辱 欲人依然不敢和欧洲人民撕破脸 生怕破坏了他的和平形象 但是事实无绝对 也有那么一个国家是极其欢迎他的 还大肆在报纸上宣传欲人夫妇的优雅细致与和平形象 这个国家就是比利时 比利时使全欧洲乃至整个世界上都十分出名的墙头草国 在一战和二战期间 他曾经数次宣布自己是个中立国 不会参与任何战争 但只要发现有一点利益可以捞 就会果断参战 事后发现对方太过强大 自己撑不住 了 为求自保 又宣布自己的中立 这种无偿的反复让他的可信度降到了最低 估计这一次比利时是听到了什么风声 看到了日本的经济在逐渐崛起 预感到日本日后会有很强的实力 所以提前先讨好欲人 这种毫无立场 只有利益的行为是为我们所不懈的 但是他们俩国在一起倒是十分合适 毕竟臭味相投 无耻的程度也是半径八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